情歌曲 李宗盛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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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 李宗盛 因为我写很多歌 都是跟故乡有关 唱给别人或者唱给自己 都是有帮助的 因为像我这样的人 在全世界西藏有很多人 一三空各种动 俄罗斯的有家回不了的难民 我的家乡是西藏的丹南迭故 十六时期之时候我才知道 西藏的历史啊什么的 其实很多跟我一起长大的都不知道 达赖喇嘛原来还在印度 这样流亡 然后办很多学校 然后那时候就是脑袋里面 就会出现一个 我一定要去印度 很想去印度 去看他 然后在他办的学校里面 好好地学一下自己的语言 因为我爸妈当然是不会同意我去的 因为去也是有危险嘛 然后我就突然有一天离开了 我们总共走了十七天嘛 最后那个关是在尼泊尔根西藏的边界 那时候我身体全身伤很累累 因为雨季嘛那里 有很多的那个吸血的虫 那个累到已经一个程度了 就边走边摔的那一种 我那时候一路都在喊达赖喇嘛的名字 我其实在印度的时候我不想唱歌 我想好好念书 去那个达赖喇嘛办的成人学校 一定要好好地学习 就是因为我那时候是拼了命来的 后来学校歌用比赛啦 这些我有参加嘛 反正后来就把我拉到这个 艺术的这个路上去了 其实基本上我的歌曲都是跟家有关的 或者是跟西藏有关 这首歌叫《学的火焰》嘛 正好那首西藏在打 又进一步地打压自己的文化嘛 学校里面要母语不能学之类的 连照片都不能放 后来他自焚了 这个歌是这样写下来的 那也是为了所有自焚者而写啦 这首歌 我在外面听到很多这样的故事 西藏很多人自焚什么 感觉好像有一点太暴力了 其实不是这样的 应该是说他们的压力够大 而且这是为西藏更多的人而做的一个事情 我很想回去 但是因为我没有身份 当时我过来的时候是逃出来了 没有什么证件 所以我现在回去是可以说是政治犯一样 缘起就是纪录片嘛 那纪录片其实是因为工作 我拍的这一群呢 是都回不了家的人 我拍《龙珠》的时候 他小有名气 很多人跟他说 你要趁这个时候到国外去 你才有机会有自由 但是他在犹豫 他很怕他这一走之后 他会离家更远 我拍下那个时间点是 他的父亲生了重病 所以他很焦急 所以他就到处去 达阿妈的庙里去求药 但是又送不回去 我就承诺说好我帮你这样 所以我就带了药跟照片这样子 我在西藏的时候 我就有听过台湾 然后台湾是一个什么 民主的国家可以选举 只是我都多多少少都有听过一些这样 那时候我拒绝他 他还说没关系 我可以走路去台湾找你 我告诉他要多少 全项吗 不用三项 两项太多 因为一直说台湾是很自由嘛 但是我就觉得 他结婚的是人啊 就是人权到底在哪里 先不要说身份 连居留证都不能有的 我们去抗议我们一家三个 就我跟龙珠还有我们的小孩 才一岁三个月 然后好少然后在那里喊口号 那位警察过来就说 你不能喊口号 你没有拘留证是没有权利的 勇气问他就 那唱歌可不可以 他说唱歌可以 然后我就那时候开始唱歌 就一首歌 我的自由在哪里 这歌词也算很简单 我从远方来 一路走到台湾这个地方 听说这里很自由 但我的自由在哪里 所以龙珠是在2018年初的时候 拿到他的身份证 反正那一年拿到之后 我就第一个就是 他终于有了 只要松了一口气 然后赶快要回家看爸妈了 我回去是隔了18年回去的 是非常的开心 就是还可以见到父母这样 回到那里 当然有很多变化 我自己认为最严重的一个是洗脑 洗脑你就全部洗掉了 这是很可怕 我回去之后 我大概知道 很多朋友都洗得很彻底 你是跟他没办法再聊一些事情 没办法 我是比较需要山的人 来住花莲的时候 我一直想要家里的旁边 有一个小小的田 做一些菜 这些 我们那里也是农牧 像食物的话 我都会煮就是 我家乡的口味 就是瓷西藏的 Tentu Momo 这些让他们有一个 食物的一个记忆 文化扎根的这个部分 那他想的就是语言 语言是最直接的 你没有自己的语言 就失去了灵魂了 就是民主的灵魂 所以东卓 他是从小就 就给他藏文的音乐 然后藏语这样 我会跟着想学藏文 其实我也想要 想要经由我 然后去影响孩子 大儿子开始 我都有家里讲藏语 教他们唱很多西藏的童谣 什么西藏的传统的歌 他们班需要一个音乐老师 那我就当他们的音乐老师 认识西藏乐器 教西藏的歌 那东卓他 他也就遗传龙卓 他是天生音感也很好 从小也喜欢乐器 所以就鼓励他们 可以做一个合作 然后这对孩子来说 也是一种学习 整个西藏是 他已经算是一个失根的状态 然后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到 我们自己的土地上 也不知道 所以大家就会更想要 把这个东西给留住 他们在台湾 那他们都会说 我是西藏人 真是他们的认同 我叫拉木东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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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台湾跟西藏的混血 是 彩虹 彩虹 彩虹